这一次的情况 你被弃的一定不可能是马英九 他是政党提名的 就算他是国民党提名的 所以他不会是被弃的 就死中国民党 一定也会有两成以上 一定有固定的基本牌 所以这一次被弃的一定会是送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会弃得很干净 弃得很干净的话 就会有很多的票是被击出来 含泪去投给马英九的 这种情况是民党最不愿意见到的 因为他们现在的民调撤出来 恐怕马英九还得再加上几% 因为那些是被激出来多的 所以你说宋楚瑜选到底 或者是他不选对民进党比较好 其实我觉得民进党 其实老实说也蛮不希望 看到宋楚瑜选到底的 没有像外界觉得说 宋楚瑜选对民进党一定有利 一定会瓜分蓝的票 然后蔡英文一定就会 就会这个渔望得已 事实上没有这么简单 那再回过头来 刚刚社长提到的说 蔡英文昨天公布了 十年正纲的财税篇 然后感觉上很冷 事实上我知道他们党内的思考 就是说蔡英文本来就是一个冷调的人 他不是陈水扁 陈水扁的性格就是 我从第一天宣布参选开始 到最后一天投票为止 我每一天都要在报纸上面 不是一版就是二版 然后我一定要每一场都把 那个气氛惊到那种 哇 万民沸腾啊那个样子 可是蔡英文从来不是这种人 过去他在选五都新北的时候 大家一开始的时候说 你根本就在选假的啊 怎么会选到这么冷呢 你都在干嘛 你看你都没在干嘛 你超冷的 你一定是选假的 你不可能选到底 但是到最后他跑了一百场猜事场之后 有没有人说他选假的 没有人说他选假的 他跑了一百场猜事场之后 整个场子热到翻 然后特别在选前之夜 那简直是万人空向 所以我觉得那是蔡英文的一种风格 所以我们要整个到选前 他才会热 总统的可能比较快 那就最好早一点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硬要把蔡英文变成另外一个 变成陈伟扁 我觉得他就没有那个魅力了 不过帮刚刚时期证明一下背书一下 就是蔡英文选新北市 为什么他有吃无口 真的最后一场场之 那个朱立伦的阵营告诉我说 他最后一天晚上 朱立伦他们有两个阵营 有一个阵营就在蔡英文的旁边 她说看到真的会吓到 因为那个人潮真的是涌进去 所以那个场子 虽然它只有一个场子 但是那个场子真的是非常热 佩芬姐你们刚刚讲到这 就是会让我们想到 为什么传统上国民党 如果要是国民党 在所有的地方执政上面来讲的话 只要是国民党执政丢掉 要拿回来就是难上加难 然后上次你说好歹 到周期伟前一次才拿回来 前面那个台北线 也是在国民党的术语叫沦陷 也是好多年 我们让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真的那个数字非常非常夸张 对我们可以看到这蓝色这个部分 就是国民党执政的部分 那其他的这个部分 没有化颜色就是民进党 拿出执政 所以台北线 所以我们看到只有台北线在这边的话 曾经就是给民进党执政过一段时间之后 周期伟跟朱立伦把它拿回来政权 可是他也是从1989到2005 然后嘉义是自从2001丢掉以后 就一路到现在都没有 台南市台南县 19971993丢掉 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高雄市1998丢掉以后 到现在也还没有回来 高雄县也是 平通县是1997 菁姐 那你们上一次 我们这样讲好了 我们上一次 对 国民党 国民党上一次你说 2000年2004年连丢两阵 还好是靠马英九 那超人的魅力 然后结果后来返回来 倒赢200多万票 但是现在一旦民调落到三十几 地方上的这种就是 一丢掉拿不回来的那种梦魇 会不会环绕在你们脑子 你知道那个真的你会 如果你真的从回国一路这样看的话 你真的会吓到 所有都丢掉 就拿不回来 那党里面也有人这样提过 但是后来那个声音这样 像冲天炮一下就没了 你仔细看 在中间过程他们也很努力 那我记得台中 像这个台北市 台北县 台北县第一次好像跟那个 输调是好像李希坤 李希坤一个学者出来 那后来那个因为李焕提他 他好像是李清华的老师 后来提他 那大家就认为说 他根本没有资格选 但是因为 自己更会要的 对 但是后来 就因为他家里面在那边 所以他后来出来 输得很少 好像四五千票 那后来的两次 就是国民党也有分裂 蔡生邦跟那个谢生三 都有另外一组人来挑战 所以就没那么来过 那我们再讲 国民党的县市长 除了派系的外 派系只有自己 他才不管你党国 因为我必须讲 国民党人 他的党性不坚强 那早年 你只有国民党一党独大 所以我非要参加国民党 我才能去从政 所以很多人他党性不强 你要真的问他 党的很多历史 他真的不知道 所以没有办法来辩论那些 那另外就是说 他做官 他是真的当做官 另外而且 他必须看中央的演示 所以他的目标 跟他的注意力 是锁定在中央 所以大家有一句笑 曾经有一句笑话说 你要被提名 你就要提前来报 那我当初还去笑 因为有人来拜托我的事 我说 他说要提前来报 我说你就赶快去报 他说不是啦 是那个钱这样子 好 就换句话说 他就是地方派系 有时候是绑架了党 提名 那这些人做官以后 你知道他还是要 维持跟党的关系 他才能够维持下一次提名 那另外就是包括台南市 你们那边看到后来输掉 输掉的之前 后来跟陈塘三选的一次吧 应该是陈塘三选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 那个候选人就说 他还差一万票就会当选 那就跟李登辉开口要一亿 他说因为我子弹用完了 那李登辉就在很烦恼 说要不要给他 如果给他的话 一亿也不是小钱 如果不给他 那为了这一亿输掉也很惨 结果拨下去了 结果输了好像好几万票 李登辉愤怒 开票那天说 我永远不要再见他 结果那人乖乖把钱 一亿还给党 就送回来 所以换句话说说 这些人提名 他到地方上 他不是真的在经营 耕耘地方 也不是真的在关心 造福百姓 他必须维持跟党的关系 包括他党的立法委员 也是这样 可是如果要比起来的话 有话 那为什么刚才 陈塘委员会一直讲说 那你说什么 谷宴 博生 还有余香 对对对 这意思就是说 宋在跟地方拨弄 或者什么这些的时候 他是比较拿手这些 宋先生大概 从七月十四号以后 接受专访完 大概其他地方 都已经跑了一遍 那都是以地方企业为主的 请宋先生去 但是我们今天看整个台湾的选情 像几个地方我都有参与 像那个台北线 我们就现在新北市 油青不是第一次参选 他提出的理论 叫做地方包围中央 他走边缘乡镇市 然后再进入都会的核心区板桥 那个时候我们在帮 帮油青什么彩虹战报那些 我们发现真正说能够割到 国民党猴的 就是说你要有资源 那个油青非常聪明 就是说我这个垃圾我要如何清 然后却把一些人找来 告诉你那我要选上的话 这些利益分配 到底先那个讲好 那国民党是说我还没选 我就要分配利益 那跟选后分配利益那是两回事 像台南市或者台南县 过去各位不要忘了 全部都是国民党执政的地区 一九九六年李登辉大胜 然后接着县市长改选的时候 李登辉真正固守的地方 都是南部县市 北部县市通通丢掉 那怎么会一转完以后 就完完全全变成民进党 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那我觉得 想过他们不知道为什么 对啊 民进党非常厉害 像好比说五读改制 五读改制他们都是把那个 会那个选举的人你派任区长 不像国民党走你市议员 这个选不上没有关系 那我让你干一个区长 你看新北市的什么中永和区 永远都不中和区永远都是他们旅家 就是说地方派系 但是我知道民进党根本不管这一套 都是党中央那你给我人 然后这些人我派去做那个区长 就是我的条啊咖 我的条啊咖当然帮我选 所以就是说两党思维不一样 阿扁讲了一句话 他说割喉割道断 就邱毅仁他也讲过 阿扁他也讲过割喉割道断 阿扁说有四大利器 阿扁